我忘记了 哈啰 一天们大家好 今天小哥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华欣宇最近的一个视频 他最近的一个直播 就是他跟美宝脸 这个产品的一些直播 这个是应该最新的 那今天小哥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他全程的一个直播的过程 这一次呢 虽然这个直播很长 但是小哥就是一次把他分享完 一次把他看完就对了 因为可能它中间不好分段 那就一起把它看完吧 那就不要说太久 就一直把它看完 看个够就对了 那现在就开始 大家觉得帅不帅 花花先摆几个帅气的pose 给我们线下和线下的各位粉丝 先拍几张美照吧 时光好像静止了一般 它这个是杀气的一个摆几次 谢谢花花 那我们拿一个花孔 瞬间 瞬间 然后就笑起来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 你们觉得帅不帅气 我看到大家现在都已经刷起来 哎呀好帅呀宝贝 好那首先 代言人先给我们线上 还有我们线下的各位朋友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春雨 好那花花 其实今天在今天我们品牌方在跟我介绍的时候说 你今天可以叫花花另外一个称号 这个称号叫做觉醒大魔王 花花之前有听过这个外号吗 觉醒大魔王 大魔王听过 我本来想要讲这个 觉醒大魔王是一个新的身份 是一个新的身份 因为呢我们花花在我们的抖音上 还有我们各大平台发送了一个化妆的视频 叫做觉醒妆容 大家有没有看 我们好多开屏都是对不对 来我们线上的各位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共同来互动一下 那刚才我在预告的时候花花有没有听到我跟大家说 接下来你将挑选一个心动的留言在我们的置顶 置顶 置顶视频下面 置顶视频都看了没有 是讲什么的 那个啊 我认得你了 是粉丝说想要看花花的父亲 想的美啊 想的美 好 那我们再一次友情提示大家了 大家记得我们第一轮是在我们抖音置顶视频下面留下 让花花心动的这些留言 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时间 那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问花花一些其他的问题吧 那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觉醒妆容 就是一抹红 哇 好帅气 就是这个红对吧 我们背景版的这个红 这个视频我们看起来都非常的帅 很酷 但是花花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所以在拍这个视频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后面被紧了一个图片 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那天其实就是拍摄的时候 整个的团队然后都合作过很多次 然后导演团队都也比较了解我的 果然他这次偷房东城给他炸炸了 也结合了美宝莲 然后来去做那个舞台的灯光啊 就是所有的都感觉很酷很炫 然后就是说当想弄一个特别的妆容 然后我们也是当时临时根据那个灯光来的灵感 是灵时 那这个灵感是你提出来的吗 是我和就是我的化妆师一起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觉得这个这个妆应该很酷的 一笔画过去 花花设计的觉醒妆容帅不帅 哎呀 其实他不用什么化妆 超级帅 那所以我们也喜欢花花以后 跟我们美宝莲纽约 共同联名出更多款的妆容 好吗 我们都十分的期待 好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想要问花花两个问题 就是花花在我们平时最近有闭关一段时间 有吗 就是所以我们大家会有急了很多问题 在我们的抖音官方下面进行留言 我们也想在现场来问一下我们的花花 我想问一下花花就是最近这个问题有点官方啊 就是花花最近有什么动态吗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刚刚出关 出关 出关之后就是最近一直在去有一些拍摄的工作 广告啊 然后还有一些杂志 然后包括最近要录综艺 就是王牌对王牌 对 也开始录 会录一些综艺 好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问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 花花在平时休息的时候 是比较喜欢发呆来放松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哦 发呆比较多 哎 你们觉得她发呆多的在哪里 哎呀 少数 来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 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当你在装访她的时候 她也是可以发呆 玩猫 她是很厉害的 是婆婆吗 婆婆 对 我养了一只猫很可爱 我觉得我 我觉得婆婆应该是唯一一个跟华晨宇合照 但是仍然非常高冷的一种声音 哦 她很高冷的 哎 很高冷哎 她只是上镜很高冷 她私下很黏人的 啊 那你 那你觉得是我们活姐们更黏人 还是说是婆婆更黏人 都 都 都一样 这是一个宋命题 哦 宋命题 聪明 要不然你们自己回答吧 好不好 这样吧 婆婆比较黏我 我比较黏活姐 哇 哇 哇 变聪明 变聪明了 我今天真的没有想到花花在开场 就给我们大家这么多的惊喜 你们感受到花花年你们了吗 很得意的感觉 我也感受到你们的快乐啊 好嘞 那我们接下来 在我们挑选评论之前 我们首先给大家宣布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种 花花宠爱 宠爱觉醒 正式 开启 好 那我们将这个手机的置顶视频 给花花挑出来 好 就是我们这一个留言下面 我为什么动作这么慢 因为你们现在留言还来得及 哈哈 现在留言就跳到第一个了啊 没网了 好嘞 花花 没网了 哈哈哈 我连的是WiFi 4米的 哈哈哈 这次是两话 我们挑一个好不好 你可以随机读两个 你觉得蛮有意思的 之后再选一个 觉得最好玩的 嗯 嗯 火星人们评论 你想的 这是我们美宝莲自己的回答 哈哈哈 嗯 可以往下刷一刷 嗯 嗯 哦 看到了一个自己的表情包 哎 现在抖音都可以评论表情包 抖音 我真的是很少去玩抖音 嗯 华 萨 九 嗯 还有一个空虎小号 小号 你先说后悔没有用你的大号来留言 他说Purper Purper和Masper 相处的怎么样 那我们也现场回答一下吧 Masper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炒丸 对 嗯 Purper跟他相处的还蛮好的 反正我记得当时Masper拿回家的时候 因为他的外造型有点像一只 米老鼠 小小老鼠 但是很酷的一个小老鼠 然后猫啊 见到他就比较兴奋 然后就一直在 那个叫 那个字应该叫波他 巴拉塔 哦巴拉塔 是不是啊 我听到有人说巴拉 然后就 就 嗯 互动起来 他放在哪里他都想要去 这样的去 巴拉塔 对 哎 我觉得他巴拉塔 是不是因为 就是Purper很黏你 但是我想问一下 Masper跟Purper 谁 上的 就是杂志的封面比较多 我们知道Masper已经上了 应该是Masper最多 所以你说我们Purper 在家不巴拉他干嘛呢 哈哈哈 谢谢Masper带我上杂志封面 哈哈哈 Purper是 以后 大家不能抢够的 但是Masper是大家可以抢够的 不一样的 大家都可以巴拉一下 不一样的 Purper比较 嗯 就是 在家陪我多一些 而Masper是我 就是 嗯 像是一个 孩子一样吧 对 嗯 所以他这么多的火星们 都把它买在家里 养着 我们的Purper是养子 哈哈哈 亲生的孩子和养子 哈哈哈 不行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哎 刚才还在纠结 对谁更好一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这一位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一位朋友 我刚刚已经关注你了 哎 他下面有一个我们的作品 那我们这一个是美宝莲助手号 我们不是假的啊 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主动私信你 我们绝对不收起任何费用 那接下来你的礼物 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海报 合模avat 让我们现场热乎乎的签名 哇哇哇 让你们之前没有多去评论 评论 评了 那 那没办法 就是我们火星人太多 哈哈哈哈 就是了你再 nawet一点 你一定会被照 bị 好 好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哇 这个羲然还棒 Tube 你也想要 那后面跟不跟我们多互动 我们后面还有签名的产品 好不好 我们线上的各位 看到没有 我们今天第一棒重大福利 是给我们线上的朋友的 但其实我们线下的各位朋友 接下来有几重 互动环节 想不想到舞台上方同台 那我想问一下 大家的手中的号码牌 有没有 来听一下数字 你们喊得好大声哦 但是我们是抽号码的 好来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第二重 那我们进入到第二重 花式宠爱 脑力觉醒 脑力觉醒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考一下反应能力和组织能力了 那这一个规则是什么 先不说 但是这一轮的奖品 福利 首先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这一轮福利 底妆CP 就是我们的小熏斗刷和Superstay粉底液 将会一套一个礼盒 能够送给我们线下上当舞台上来的粉丝朋友和我们的线上的各位朋友 所以这一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福利 大家现在要刷弹幕 在直播间里面刷弹幕 四个字同样 跟我们送的礼物是一样的 递装CP 现在我们可以将弹幕刷起来 递装CP 好 那我们上一下号码箱 花花抽两个号码 哎 我觉得举的动作和乐大可能幸运就会降临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样是什么意思 98 98 098 098在哪里 在这里了 好 来 我们上来再抽一个 发动啊 哈哈 哈哈 二 二 零 二百二十号 哦 来 98号 没关系 我们今天好多宠爱呢 好不好 来 我们 98号还有 二零 来到我旁边 这边哦 来 来姐姐这边 好 我们线上的各位朋友 大家记得 要多多的跟我们互动 好不好 要多多的跟我们互动起来 那我们直播间 现在我们的点赞量 已经达到88.2万 如果再继续多的话 我们后面福利 还会继续为大家升级 哇 两位小美女 哦 今天穿的衣服 跟我们的 红buff也很贴近啊 首先给你们一个表白的机会 叫什么 是哪里的火星人 大家都说我不是火星上的火星人吗 是来自哪里 喜欢花花多久了 是来自上海的 喜欢大哥四年了 哇 你眼神为何就是不敢看他 来 看他 花花怎么也害羞了 她一直其实 她这表面 不要流眼泪 好好的一个机会 看看他喜欢花花四年了 哎好 那我们这一位 勇敢一点 来自上海 喜欢花花三年了 喜欢花花三年 有比他们两个久的没 下一个抽你们好不好 下一个抽你们 好 那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一轮的规则 那在我们线上 没有参加互动地气得 要刷我们的底装CP 不停的刷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将会有机会 获得我们的底装CP 好 那其他两位还有花花 接下来我们屏幕上方 会出现三个词语 每一组有三个词 大家有自己 非常强大的脑动力 还没出来呢 花花别着急 你是想先看一下 好提前做好 我们思维上的准备吗 每组十秒钟 通顺的 有趣的 合理的 我们算正确好不好 那我们按照这个顺序 一二三号 可以吗 好来 我们看一下 大屏幕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第一组 来我们一号 美宝莲 蕭帘润 蕭蕭热 双竿砂 花花 火锅 开始 十秒到即时 呃 我早上用美宝 蕭蕭蕭蕭 蕭蕭 画了个妆 然后 戴着 头上戴着一朵 花花 跟朋友一起去吃火锅 头上戴了一顶花花 穿了一个花花的衣服 他这个造句 我觉得像写了一篇今天的日记 应该是说我今天穿了一个花花的衣服 你中间确定都是逗号吗 去吃我过 大家觉得合格吗 我们对活节我们就稍微放松一点好不好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平台 我们上面会有个banner 我们会出现 如果花花造句不通顺挑战失败 会有惩罚 惩罚有两个 a 说土味情话 b 唱歌 当然是a啊 怎么可能会b 怎么办花花我觉得 他们可能无论你造句多好 都说你造的不通顺对吗 好我们先来我们下一个游戏好不好 来我们第二组 吉他 高音 仰腿 好来开始十秒倒计时 花花吃了羊腿之后边弹吉他边飙高音 可以这样倒过来啊 我想问一下花花有过这样的场景吗 有 我前两天前天录制王牌的时候 然后就歌迷送了我一只烤全羊 然后我就吃了羊腿 然后又又又唱歌 一标高音有没有觉得吃了火姐的这个羊腿之后 音又高了一阶有吗 辣椒放的有点多 下回辣椒放少点啊 好那这一个通顺吗 这个火姐这太好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来大家现在不要忘记刷我们底装CP四个字好不好 好来我们线上线下同步 好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最后一组 来我们看一下屏幕第三组 Purple 美宝莲粉底液 理直气壮 十秒钟 倒计时 开始 Purple怕了 我说吗 对呀 Purple不小心打翻了美宝莲粉底液 然后还很理直气壮 不合格 我想问一下 你是这么知道Purple理直气壮的 他有时候会搞一些破坏 大家觉得是不是不行 因为Purple没有自己 哎呀我看一下我们的评论 我们评论上怎么说 那怎么办 花花大家都 他心里应该很大门说 这百分就在整我吗 你们底下要不要这么整齐 说个那个惩罚的话 是有一个唱歌 还有一个 土味情话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说个说个说个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 你们要互动的 你们仔细听好不好 他们会问你一句话 大家回答好吗 哎呀哎呀 我 怕他今天穿的皮衣 也觉得有点冷吗 其实他每次讲完土味情话 都会忌皮疙瘩 等一下我在酝酿情感 不要不要扛乱我 来大家安静一下 那我们线上不要忘记刷底妆CP啊 请问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烧焦的味道 你们好不配方呀 来你们现在跟我说有来 三二一 有 那是我爱你的心 在咬身后 这届的火姐稍微需要Q一下 本来是要不怕挑一 但我们还有一个 甚至没听够 对大妈在这种场合的话 我觉得这个场子还是太热了 汗毛还没竖起来呢 嗯 你们喜欢喝奶茶吗 喜欢 我最喜欢喝淤泥波波奶茶 不要奶茶 不要淤泥 要波波 我们直播间第一次发生 代言人愤怒绕场一周 哈哈哈哈 啊怎么怎么花花现在是有点就是自己的鸡皮疙瘩有起来 说实话我的确实有点起来 我没有起鸡皮疙瘩 要波波 来我拿一下这个啊 那好 这一轮同位情话大挑战 来大家来点掌声 那同时送上我们两个底装CP的礼盒送给我们这两位粉丝 那花花送给我们两位粉丝 一人一个现场送 来擦擦自己的手汗 好来谢谢 谢谢谢谢我们粉丝 哎呦这个这个腿 哈哈哈哈 啊我们的火星人的好礼貌和我们的花花一样都是双手风伤 好谢谢谢谢 好 他刚说腿是我们大哥的腿 投向嫉妒的目光好吗 应该是他的腿 好 那我们线上的各位底装CP 现在是不是仍然在刷的过程当中 那同样的 花花你说一个倒计时 我来随机点击一个我们的留言送给大家 好 一个同样礼盒装的底装CP 好 我们的镜头现在已经对接好了 来你说 嗯 3 2 1 听 他最近很常说3 2 1 新衣宝贝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朋友 恭喜你获得的是底装CP的同款红色礼盒 新衣宝贝 嗯 嗯 我还以为是 我还以为是二级 嗯 怎么主动还Q了名字呢 哈哈哈 好来那这一位 现在呢我们助手号已经关注你了 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直接联系你 恭喜你获得的是我们宠爱的第二波的福利 那我们宠爱仍然在继续当中 啊花花觉得前两个热身了之后怎么样放开一点点没有 放放了放了 刚才都运动了哦绕场走了一圈 哈哈哈 感觉是很受不了要自己讲那个土味情话 其实前两个宠我觉得稍微难度还没有那么高 你觉得还好对不对 还好 还好 接下来我们即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花是宠爱的第三重 默契觉醒 什么叫默契觉醒 默契来自己觉得跟花花很有默契的在哪里 啊 数 数字 这回不夸你们 我们直接念数字 直接挑数字好不好 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说一下 在这一轮我们获得的福利 是fit me粉底的正装 那我们也将会请两位线下的粉丝来到舞台上方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 好 花花这个随机选两个数字 117 117 然后 11 112 117 117 117在哪里 117好像就是我们的SuperState的那个唇用 是不是色号广告里的同款 112是哪一款我好像真的 今天呢 哦 来112这位粉丝来 纪念了我们今天这一场活动 来有请二位 大家今天穿的都好红呀 这个 必须的 怎么怎么这么多东北人呢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哎 往前一点 往前一点 我也今天怎么刚好也是红了 刚才第一个小姐妹 不敢看花花的眼睛 我觉得 这位姐姐应该跟我年纪差不多 不能 就是不能 胆怯好吗 好来 321来介绍一下自己喜欢花花多久了 我喜欢花花也三年了 哦 谢谢 您是来自哪里 我是上海的 啊也是上海的核心人 那我们这边 啊我来自上海 我喜欢花花两年了 小花花两年了 还蛮多 这种两年三年的还蛮新的 那你们自己觉得 那代表核心人 最近的信息增加蛮多的 默契是不是满分的 是 默契是满分 OK 好来 我们上两个答题版 来工作人员上两个答题版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这一轮的规则啊 今天我们会在现场问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呢 是根据花花自己的选择来判定 大家是不是有默契的 好 花花你觉得粉丝们跟你们有默契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选好不好 我们可以听一听 线上的各位 跟我们一起选 线上每道题都有一个fit me 但是我们的粉丝 三道问题大于两个才有 啊不要害怕 不要招的那么远 真的我本来想想说 那粉丝怎么站那么远 你看我这个福利已经送到这了 怎么 来再过来一点 好来 接下来我们看大屏幕 第一个问题 女生涂 女生涂哪种颜色的口红 会让花花怦然心动 A温柔豆沙粉的灵家女孩B 霸气正红色的高冷玉姐 来现在粉丝作答 花花不能根据笔划来看啊 应该是红色吧 你们觉得是什么 A和B都有 来我们线上的各位粉丝 也和我们互动一下 答好了吗 怎么痴痴不敢下笔 好了 好来 那我们花花先公布一下答案 你觉得你喜欢温柔豆沙的灵家女孩 还是霸气正红色的高冷玉姐 嗯 好像 好像都可以 你该不会随意一点 那若要 真的 必须 在现场 选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C选项 确实也没出 都怪我们工作人员 啊 怪你们 嗯 那就 火星红 那就正红色吧 那就霸气一点 跟小哥想的一模一样 其实在我心里面好像都无所谓 对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来 三二一亮提吧 耶 得以 要不然我们回放的时候 没有回放 没关系 不用卡掉了 就这样 以后在我们的粉圈 反正也能继续 我们后面继续努力 还有两道题 还有两道题 好嘞 那我们这一轮 我们线上的各位粉丝 来 我们也看一下 大家选择了哪一个 选择哪一个 好 那我们挑选一个 选择二号笔 线上可以作弊耶 真的是对我们线上的粉丝太好了 FITME粉底液一个 花啊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知道取名字的重要性了吗 哈哈哈 花啊 我的宝贝 YU 好 恭喜这位朋友 来 现在我点击一进你的主页 现在 里面有花花的视频 我们现在点击 哎 背景 背景就是花花 来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点击关注 恭喜这位小姐姐 获得我们FITME粉底 正装一瓶 好 我们的活动人员再继续 来第二题 深呼吸一下啊 心灵感应 哎 火星人的触角呢 来 请问 火星人的触角 三个人三天用三瓶 美宝莲粉底液 九个人九天用几瓶 美宝莲粉底液 五秒钟之内啊 五 四 三 二 一 哎 花花静止了吗 哎 哎 哈哈 大脑在思考吗 哈哈 来花花 来这边做来完毕 花花选什么 是吧 嗯 花花选什么 我选 A27瓶 哎 不是要再除以三 哦没有吗 翻 哎呀 你看嘛 三个人三天用三瓶 那就是一个人三天用一瓶嘛 那就九个 呃 一个人九天应该是用三瓶 那九个人不就是三九二十七的吗 哈哈哈哈 但是我其实也想跟花花battle一下 因为今天下午大家知道吗 我们整个直播的团队 再加上我们的摄影组总共二十多个人 我们就根据这个题不停地在battle 因为我们battle的点是 三个人三天用三瓶美宝莲粉底液 但是一个人怎么能一天用光我们的分 我们用这个粉底液呢 我们的粉底液这么抗用 一个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涂全脸 我们九天是不是没有办法用光 所以我们选b的人也很多 一个人三天用一瓶 对 哎又觉得有点对了是不是 一个人三天用一瓶啊 应该是 然后三个人所以三天用三瓶 哎我其中没准备了计算器 哈哈 你如果想用我也可以啊 对一个人九瓶用三瓶 对的是应该是 A和B其实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奇异 但是我们考的是默契啊 对默契有对的 哎呀哈哈 这次默契主机啊 好来我们线上各位 线上怎么也这么多选二号币的 好来我们随便选一个吧 沙拉嘿呦 啊花花的头像 来恭喜你这位朋友 我们获得的是我们第二瓶粉底液 我们关注一下好 加快速度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最近喜欢做的是 A写歌 B和泡泡玩 来 其实其实其实应该都有了 谁让你翻呢 你先让我花花看一下 然后说不要再让我输了 哈哈哈哈 肯定是B 哎肯定是B 跟泡泡玩 那MASPER呢 嗯 那MASPER呢 MASPER就是 一起玩 她陪泡泡泡就好了 她旁边看着我们玩 好那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二号B 恭喜两位回答正确 不容易啊 来来来点掌声 哎我们就算她对吧 因为我们今天美宝脸很大气 偷偷地告诉我 只要是华晨鱼挑战 必不成功 因为我们会解锁更多的 如果是火姐 全部就算打错了也是对的 好嘞 哈哈 我们上礼物上礼物 好 那我们送上两瓶 我们的粉底液由花花送上 同样的我们可以将这个白板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来收一下白板 白板 什么 好花花送上我们的正装粉底液 好高兴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火姐 好 那最后一个我们粉底液的最后一位 半猫吃老虎 这一位 我只听过半助吃老虎 没有听过半猫吃老虎 孔爱的第三瓶粉底液 好嘞 好花花你觉得跟火星人的默契怎么样 跟这两位的 还可以 就不说全部的了 还可以 还还还还不错吧 还不错吧 演唱会上会比较厉害一点 演唱会里面讲 但是我们全场都是看过演唱会的 对不对 没错 花花后面演唱会筹备了吧 对 早就筹备了 筹备了都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我们马上就希望能够跟大家快速见面 好不好 刚才我们给大家送出的 非特蜜粉底液 我们非常适合秋冬85%的养肤精华 让我们干皮在秋冬 也可以美美的具有光泽鸡汁 一整天好广告打完下一轮 哈喽各位 真的非常抱歉 本来是要一次把它看完 前面就这样讲了 软件 小孩子哭了 然后太太也没有起来 我就赶快去房间 安抚他一下 那 我就没办法了 只能这一次直播就分成两段吧 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下次来分享 因为真的没办法 本来今天真的是心情大好 然后一次想要把它看完结束 这样一次爽爽个够 但是还是没办法 那 没办法了 小孩哭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目前没有小孩的火星门 以后有小孩就会有体验到小哥这种感觉 那没关系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一点刚刚就被打断的关系 然后去红一下小孩差不多 其实我已经离开了差不多15分钟左右 那也有一些 模糊了 真的是模糊了 但是 我里面是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发型 这样真的 这个发型有点让我回味到2017年的感觉 但是他这一次的 身体脸型都真的比较娇小一点 比较瘦一点 比起跟2017年 如果我觉得他再胖一点 再倒露一点 那 一定会跟2017年差不多 那整个脸型是没有变的 好像 他就是2017年的那个华春雨 这个没有变 真的没有变 没有过 过了30 然后变得怎么样 没有觉得 看到2017年跟现在的他好像没什么两样 都一样 那他会真胖 一定会真胖 因为他在王牌里面 他已经取消了自己的个人的flag 所以 大家期待一下 比较有露一点点的华春雨 那这里面的 真的是还蛮多有趣的事情 不管他 现在怎么样的火红 然后面对了多少的媒体 然后每天都应付了多少人 要专访了 要直播什么的 就多少场合都好 但是我觉得他面对火星人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点 不太好意思 有点害害羞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观察点就是这样子 那火星人都更不用讲了 只要碰到那个眼神 根本不用跟到大哥对到眼 非常非常的害羞 不要说他们 我觉得我本人 我是男生 我觉得我都不太敢 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 就是可能之前都有观察到 但是没有非常详细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火星人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任何账号里面 不管是微博 可能是FB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网站 社交网站 我觉得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 包括乔哥的频道 YouTube里面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有时候名称里面 一定会跟取得一些 跟大哥有关的关系 不然呢就是照片图片 一定是跟大哥有关的东西 就是跟大哥有关联的 我觉得这个火星人 就是真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存在非常好分辨 跟其他的歌手的歌迷非常好分辨 你一看他的帐号或者图片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的歌迷 很明显 这个就是火星人跟其他歌手 歌迷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那我这个第一段就分享到这边 好那期待我下个的第二段分享 真的非常可惜 真的非常抱歉 本来需要一次把它看完 跟大家做说好了 结果 因为中间有一些事情 所以就打断了 那 一样 期待我下一个视频 好 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